高雄市五合一选举进入倒数计时 其中在市长选举的部分 虽然有三位市长候选人 但是最引起大家讨论的焦点 还是围绕在现在的市长陈菊 和前任高雄县长杨秋新的身上 陈菊和杨秋新两人原本是民进党的党员 情同姐弟 却在第一届高雄市长选举初选时决裂 这次杨秋新改批国民党战袍 再次问鼎市长宝座 这也让小巨人和花妈的市长选战 再次受到了重视 高雄县市合并满四周年 即将再次进入第二届公职人员选举 这次是五合一选战 其中市长宝座的选举因为有现任高雄市长陈菊和前高雄县长杨秋新的二度对决 成为六都当中最具话题性的选战 团给收听 团给收听 高雄再次高雄再次 陈菊和杨秋新原本都是民进党党员 两人在党内为民主政治奋斗合作无间情同姐弟 但是四年前的县市合并党内初选市长竞争当中杨秋新落败 最后由陈菊出现代表民进党参选 杨秋新则以五党籍候选人身份投入第一届高雄市改制后市长选举 并且和当时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黄昭顺三人共同角逐市长宝座 结果陈菊以得票率高达五成二拿下八十二万一千多票压倒性的胜利 赢得选举 比杨秋新和黄昭顺的票数相加仍然是遥遥领先 陈菊因此赢得难霸天的称号 选后的陈菊和杨秋新并没有因为选举的落幕而停止竞争 因为选后的高雄市面临何必出奇的磨合阶段 考验市府团队的行政资源分配及协调能力的智慧 杨秋新则接受国民党安排 入阁成为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主任 各自拥有一片天也发挥政治专长 两人经过四年的耕耘 陈菊团队不但打造高雄市成为国际移居城市的美名 亚洲新湾区也在各重大建设陆续完工启用之后光彩夺目 虽然因为气暴意外重挫陈菊士气 但是靠着团队强力的危机处理能力 成功化解因为气暴意外带来的冲击 反而赢得更多的支持和能量 也让杨秋新团队这场选战打得实力 杨秋新为了投入这次选战 已经请辞政委职务获得蓝营的权力支持 加上他原在高雄县连续多年五颗星的施政满意度 成为颇受人民爱戴的老县长 不过受到选举托党参选到改批蓝袍的转变 也让这位由小巨人称号的五颗星县长背上了反骨的罪名 就算这次杨秋新主打改变高雄的竞选策略 想要打击财政日益恶化的市府团队也不见起色 成功以花妈形象塑造亲和力大家长的陈菊 和二次卷土重来的小巨人杨秋新再度争夺市长宝座 外界多半人看好陈菊能够连任陈菊 至于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媒体人周可胜 则是选情罚人问津 事实上高雄市的选情长期以来也都是绿色执政 国民党想要把绿地变蓝天 恐怕仍然要好一段时间来努力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